消防隊員趕到火災現場 敘述將火勢撲滅 一對母女從受困的頂樓中 順利由消防隊員搶救下來 一臉驚恐 見到樓下的親人 當場相擁而泣 消防隊員清理火場 在二樓的房間發現一台除濕機 已經燒到剩下銅管和骨架 房間的家具全毀 經過初步調查 因為基隆長期下雨 屋主原本想利用除濕機烘乾衣服 沒想到上午突然起火燃燒 你知道這台是什麼 是除濕機 確定是有它引燃的就對了 對 事後的勘察這個房間 的確是使用除濕機 因為我們這種特性 尤其這幾天來都一直在下雨 房間特別的市 所以他們使用除濕機來除濕 但是在使用的過程中 我們是建議 因為這建議在各房間 或者樓梯間安裝獨立型 真煙型探測器 以將來發生火災的時候 能及時發生聲響 能告知裡面的住戶 還好屋主急緊迅速逃離 只有輕微的嗆傷和手指灼傷 消防局提醒 進入地區冬天潮濕多雨 民眾習慣白天外出後 使用除濕機全天候的除濕 或者利用除濕機晾乾衣服 像這樣發生火警 每年都有好幾起 主要原因包括了除濕機老舊 或者使用不當 都有可能引發自燃 民眾使用時千萬要小心 記者黃紹明採訪報導 記者黃紹明採訪